就在几个月以前,三国内的成飞集团,曝出了一款全新的军用无人机,从它的外观轮廓上来看,该机与商界珠海航展上,展出的云影无人机很像,据悉,该机名为风影,陪备了两台窝扇发动机的风影。 拥有和现意有人驾驶战斗机一样的飞行性能,为喷口更是针对红外热,探测,做了修行处理,对此,小冰冰觉得,看来颠覆二十,只是成飞的一道开胃菜,而像这种能够颠覆空炸游戏规则的机型,才是他们的主菜呀。 说到这里,大家肯定都觉得奇怪,会想,这不就是一款新型无人机吗?为什么还能够颠覆游戏规则? 要说无人机这种装备,大家肯定也都习以为常了,不过这次反映飞新推出的这款无人机,并不是传统的无人对地打击兵器,而是一款正儿八经的无人战斗机。 这种兵器的出现,会使得空战形式出现重大变革,从而完全颠覆了现代空战的作战样式,要知道在过去,几乎所有能由地面能够遥控的飞行装置,就算是无人机了。 但是,现在的无人机,离远飞行日,遥控飞机可比,今天的军用无人机不禁可以长时间在空中巡逻,用以监视敌方目标,判断每个敌方目标的威胁程度,还可以对敌方目标实施导弹攻击,并评估打击毁伤效果,甚至还能对一些地面上的,时间敏感目标进行查打一体作战。 尽管,这还是由地面人工操纵之下完成的,但是无人机也对现代战场的形式,起到了十分巨大的变革推动作用。 不过,在封影这种可用于空战的无人机问世之前,传统无人机在面对有人驾驶的战斗机面前,基本上只有被追着打的范儿。 这不,就在2002年的时候,美军就曾出过这么一档子事,当时美军被一架MQE捕食者无人机入侵了中东某国领空,而那个领空被入侵的国家也不甘示弱,马上上空了一架米格25战机前往迎战。 后来这场空战的结果是,不时者无人机发射的独自导弹,不仅没有击中米格25,自己却反备米格25射出的空空导弹所击落。 而这场空战是人类空战史上第一次无人机同有人机之间的较量,这下不时者也成为无人机与有人机空战较量的第一个新生品。 然而,时间演进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,随着航空传感器技术和集资计算机技术的进步,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已越来越高,无人机的自主决策以及其对空战形式的判断已经愈发成熟。 现在已迎来无人机参加空战,并挑战有人驾驶战机的时代,而正式拉开这一局幕的就是我国风影无人战斗机。 该机的出现,在小冰冰开来至少解决了两个技术难点,那就是无人机高度智能化所带来的自主决策能力,以及多架无人机的编队协同能力。 前说无人机自主决策,实现无人,即在空战中自主决策的关键,是在于要将集资传感器的数据,即是回传给无人机的中央控制计算机,之后中控计算机在选合了当前空战态史和传感器的实时数据以后,则做出进一步的空中战术机动,或是其他作战决策,而决策的正确性则取决于传感器收集数据的准确性。 机传感器的凌确程度是否与空战的形式相适应,之后就是多架无人机的编队协同能力。 无人战斗机之所以要进行编队协同作战,是因为单击较量的话,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术优势,而无人战斗机一旦形成战术编队,那么空战的形式可就真,算是发生了彻底的改观。 在无人机的编队作战中,让部分无人战斗机强化雷达系统,专门用于探测敌方目标与监控作战空域,另一部分无人战斗机加强机载武器的配置,专门负责与敌机交战。 这样一来,有助于扩大作战空域,并达成最佳攻击效能。 无人战斗机在实现了自主决策与编队协同能力后,其在实战中的战术应用就变得广泛了,例如可通过数据链协同有人机作战,还可在高危空域,替代有人机执行空战任务,并搜集战场信息。 小冰冰相信在未来,封隐作为一款专门为空战而生的无人战斗机,该机的问世,一定能够给空战带来半天覆地的变化。